你一定要注意看了 以后家里有吃不完的黄瓜 不要总是炒鸡蛋吃了 像我这样换一种做法 鲜香脆爽嘎嘎好吃 做法北和凉水还要简单 树上摘的小黄瓜 切成四半 去掉黄瓜心 再切成小段 锅撒上一些腌菜盐 翻拌均匀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把黄瓜腌出水分了 用手给它钻干 这个盐水你可千万不要丢 留着有大用 再加上我家的自来水 把黄瓜洗掉盐味了 不知不觉我已经分享了 两千多道家常菜教程 最近一直都没能收到您的小红心 真的是太坦了 今天就给我点一个吧 拜托大家了 最后用你吃奶的力气 攥干水分了 准备一把洗净的韭菜 切成小段 盐葱切成细丝 然后给它们倒在黄瓜里 加上一包这个 韩式泡菜专用酱 这里面什么虾酱 鱼露啊 成分都有了 什么都不需要老铁们放了 在家里面咱们也能做出 朝鲜族拌菜的味道来 而且现在都是19块93大蛋 真的很划算 把黄瓜拌匀了 即可开吃 可以多做一些 放在冰箱里冷藏 鲜香脆爽更加好吃 喜欢您就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